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网友提供的照片 洛杉矶时间10月27号早7点 警车聚集在该栋豪宅之外 据称柳云龙及其家人近期并未居住于此 而是都在中国国内 15年前一部柳云龙自导自演的暗算 可谓轰动一时堪称国产谍战剧的鼻祖 14年间各大卫视一再重播 柳云龙在剧中一人分饰两角 他饰演的共产党谍报人员安在天和钱之江 备受观众认可 一举拿下了北京影视春宴奖 电视剧最佳男主角奖 也获得了星光大典新锐导演奖的肯定 最新消息显示 柳云龙的叠战新作《叱咤之城》即将开拍 2021年在百度百科柳云龙个人生活显示 柳云龙的妻子姓徐 两人相识于大学 育有一个女儿 百度百科里的柳云龙真实的全家福照片曝光 换上真实的一家三口的照片 估计是女儿已经长大 柳云龙想给女儿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 不想女儿因为假照片再遭到周围人的质疑 由此带来的困扰 也是对家庭的珍视 是作为父亲洋溢的幸福 而在2021年度中国好声音中 有位选手叫樊青 有网友说她是柳云龙的女儿 网上资料显示 关于樊青的个人资料并不多 她今年19岁 由此推断她出生于2002年 其妈妈是徐欣 与柳云龙大学时相识 后来结婚 婚后就有了樊青 樊青虽然是新二代 但她很低调有实力 还是个有创作天赋的唱作歌手 还没有正式出道 就已经有了52HZ I am happy now 妈妈你好和Luz四首音乐作品 中国好声音第四期节目中 樊青演唱了自己的歌曲52HZ 樊青惊艳的嗓音 获得了六位导师转身 纳英对年仅19岁的樊青 很是欣赏 更毫不掩饰的喜欢 这次樊青参加节目 用的是画名 原名不太清楚 目的是想用实力证明自己 在舞台上好好地唱歌 给导师及观众听 而不是靠新二代的光环 获得关注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